像这么一盆大杂会是卖五十八 很多邻居在我们这里已经吃了二十几年了 大家好我是海浪哥 今天我们来到中山路的一条小巷子里 这里有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大杂会 非常的有特色 那我今天带你们来了解一下 你们这个店是不是已经开很久了 从九八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那怎么会选择开在这个小巷子里 因为中山路这边黄租都很贵嘛 小巷子这边黄租比较便宜 我们从小草店一直开到现在 大家也觉得口味不错 慢慢开 慢慢开 开到这么大 那你们这边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呀 就是大草会 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的都是零鸡 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小草店嘛 菜一个一个草比较麻烦嘛 然后零鸡说干脆你给煮中一锅煮 味道还不错 精进又实惠又方便 可以做一种 那没想到现在就变成一道特色菜 那里面都放些什么呀 有很多啊 里面有虾 猪肝 肉片 鱼片 还有很多啊 那个七八种东西 那像这样子是怎么卖啊 像这么大份一份58块 没有分大小份吗 没有 我们现在都是同一个份量了 就一大份58块 那卖得多吗 还可以啊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一天有四五十五份啊 那平常的话加外面的话 一天有一两百份 那你们每天十点开始煮啊 早上十点就开始煮啊 那中午没有休息 到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 然后年纪休息我们差不多也打烊的 这就是做好的大招会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哈 它这个料还是相当的足 里面有虾呀 猪肝呀 鱼片呀 有六七种料 它做起来是这个麻香味的 它这种的做法有瑞士鱼 水煮活鱼演变过来的 其实跟水煮活鱼做法是差不多的 它这边是蛮有分大脚混的 它是同一的分量 像这样一文的话是五十八块 价格还是可以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 可以过来尝试一下